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计划着要有仪式感地度过 我想要在热闹的氛围里迎接新年 讨个好彩头 意外的是跨年那天中午 突如其来的 我情绪开始很低落 勉强地跟朋友们吃了饭 他们也看出了我都不开心 问我怎么了 我回答不上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再后来 我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跟大家放烟花聊天了 所有的不高兴都写在我脸上 搞得他们跟我一起低气压 那天我们并没有一起跨年 不到新年 我就让他们走了 我害怕到头来 所有人都因为我更加不高兴 最后我一个人躺在家里 刷手机 看别人在朋友圈里开心 然后挨个点赞 我就睡了 很滑稽 当人们早有准备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后很有可能会搞砸的 虽然这看上去很像是意外 但绝不是偶然世界 生活里的那些不按你期待进行的事 或者走着走着就走偏了的路 你期待着生日的时候 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度过 却在加班中 到了第二天 你收拾好了去国外旅行的行李 却被拒签 你以为和你聊了很多个晚上的男生 马上就会跟你表白 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不见 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只是在告诉你 人生没有固定的模式 也无法通过算术推演 也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期待进行 年轻的时候会被各种 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崩溃 但如今 慢慢接受了这些意外 也不再苛责自己 不是所有的跨年 都必须要快乐地度过 所以 就算没那么开心 也不是我的错 想明白这件事 好像生活里的很多痛苦 都会迎人而解 新的一年 希望 我们不再为生活背锅 没有什么都会称为 没单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